5月10日,有微博认证用户实名爆出,北京电影学院性侵案。 城西豪与阿辽莎在北影就读期间曾在班主任朱某附近的性侵案,事后阿辽莎更遭遇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排挤和歧视。 北京电影学院官微先发生辟谣称,该生自中学起就有抑郁症,大学时也曾因抑郁症自杀细微,不排除有其他相关症状。 本次经院系两级调查,不存在该生所说情况,特此辟谣。 不过随后删掉了这条微博,日前有自称阿辽莎同学的网友在微博发文说, 我是北京摄影学院一级学生,阿辽莎的同学,上学期间我也曾遭到我们教授吴毅宋靖的钱财敲诈。 阿辽莎所说的话我愿意为他证实,事实上不止阿辽莎,包括我在内都受到过宋靖、吴毅、朱正明、草挺为首的教授们的侵害。 摄影学院这些教授们公报私仇,以扣押毕业证或者挂科为由敲诈学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 他们对学生做出不检点的动作也是事有发生,但是大部分学生怕毕不了业,或者毕业后被业内所封杀,选择了沉默。 这次我选择站出来,为自己当年受到的伤害。 我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会湿沉大海,也可能瞬间就会被这些权势删掉,但实验无法抹掉一个女孩曾经受到的创伤。 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女孩受伤愤怒的眼睛,一时间让整个世界不属迷离。